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在本场中洗刷百计吗 活武选手曾在个人赛中击败唐三选手 这次唐三选手又将如何应对呢 神风学院列为三排 攻守兼备 跳为文朵 史莱克学院椅子排开 会不会展开奇袭战术呢 史莱克的阵型与以往截然不同 难道有什么后招 两支队伍同出自天斗帝国赛区 在预选赛及晋级赛中曾有过多次交叉 可为是各有胜负 势均力敌 但能进入决赛的队伍 注定值有一支 谁能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 我宣布史莱克学院对阵神风学院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好惊人的魂力啊 贸然靠近 一定会被这股魂力所杀 暗原计划进行 风啸天 升空 好 第二魂技 双狼附体 第三魂技 其封双翼 第三魂技 左心如鱼 火舞的融环技能 还有两位辅助魂师的权力支援 看来他们将胜利的希望 全数放在了风啸天和火舞身上 难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收敛出双人五魂融合 双人融合技 火舞与风啸天的默契配合 将神风学院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 风珠博士 火界锋利 看似是双人融合 却将四人的力量集中于风啸天身上 令他攻防兼备 力量提升到了极致 但是 孩子们可没那么好对付 变 想不到融融也会这招融环技能 毕竟是七暴琉璃宗宗主之女 只不过 融环所消耗的魂力过于庞大 轻易不会使用 这事 有了 你 有了 你 还没了 你 这是 七位一体融合剂 七位一体 一般来说 只有武魂和魂机极为接近的魂式 才能施展这种融合剂 就像当初的仓规学院 可史莱克奇怪 每个人的武魂和侧种方向都截然不同 竟然也能施展 同样的融合剂 难度却是天壤之变 这就是大师的真正实力吗 大师提出的武魂一体融合理论 我虽然已尝试学习 但终究不明就里 想必这事件除了大师 只有小三观却比拜其中奥妙吧 竟然是七位一体融合剂 但这个技能的薄弱之处 我已看穿了 这个融合剂的发起者 正是宁荣荣 而发起的基础 却是给宁荣荣提供庞大魂力的奥斯卡 好天锤 浩天锤 上一次震惊大陆 便是浩天冬炎 对前人教皇千玄机的一阵 如今 浩天锤再度显现在温殿面前 不知又会掀起 怎样的幸福血 七封魔狼 三十六连斩 只要将这两人解决 你们的融合剂 就要故宫子处 好快 那三人的增幅 竟能使他加速到这种程度 自己模同 二十六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仁作品还有精彩剧透 等你来看哦 竹青 竹青 你别误会啊 拍广告的 拍广告的 竹青 游民扶刺 游民白角 游民扎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